新闻头条马上带您关心 中国大陆福建也出现第一个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根据中评社报道 福建省卫生厅今天通报 福建省确诊首例仍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患者姓罗男性65岁 在4月18日无明显诱因出现反复咳嗽 伴随活动后凶闷、低热 23月下午入驻龙岩市第二医院 审视专家会诊诊断为重症肺炎 以及人感染H7N9禽流感带确诊病例